市口街80巷 85号跟83号的40年的住户在这里 我很感激社会局也承诺我们有一些福利在这边开发 我们不反对这些福利的开发 那现在我要说一下我的经验 也让在场的所有人能够了解 我们这个地方福德平宅 我们是靠近这个福德平宅这个园区的地方 我是从事国际贸易的 很多的我的国外的访客来到我们这个福德平宅 第一眼就告诉我们是说 哇你们这边好好 特别是在大道路96项这个行人的路数 还有94项的路数 现在已经长得非常漂亮 我们一听到国外来的这些访客来称赞 让我们这些环境保护的这个用心 值得称赞的地方 那我们也喜欢那个都发局还有社会局能够考虑这一些元 刚刚我也听到有一些路数会原地保留 这是非常好的 那现在我们还要求求社会局 既然要求我们来 主要是要蹲去牧林对吧 那我们的意见也祈求你们纳入考量 那我们搬进来的时候 我们也我们那个地方是国泰山村 那个总共有那个面对福德平宅有六栋 那六栋这里面有什么设施呢 现在当然是没有了 不过以前是有那个清商会的公园 还有这个老人的活动中心 还有辅助馆 还有这边有一个很大的空间在 那我们这代表了16户的人 来跟社会局还有独发局这边 很紧我们的这个空间的这个距离 可不可以有一个风景线 因为当时我们就选丁这个动剧跟动机之间的 这个可以看到那个四树山的这个动剧 那可不可以保留 那这个是一个 然后那个我们那个露宿跟这个公园 是不是可以维持怎么样一个发展 请社会局独发局可以告诉我们 那另外有一个就是 我记得上一月份的时候给林局长 一个王浩那个惨痛的经验 就是人车分离 我听说是8月15号中秋节以前 要把这些离为六栋的这个福德平宅 把它占为停车场对吧 那这个部分我希望能够纳入我们的那个 当初那个市民有约的那个承诺 要退缩的时候 可以把人车分离这一块好好来考虑 好吧 谢谢 谢谢